被所有大学拒绝,他自己造了一个大学,却意外获得一大批学生,收到百万美元学费 在形势所逼之下,他被迫成为学校创始人,这样的学校能顺利开下去吗? 今天木卫就给大家讲一部励志喜剧《录取通知》 小八是一个刚毕业的高中生,在同学都陆陆续续接到录取通知的时候 他却被一所又一所大学拒绝,小八觉得自己不能这样坐以待毙 于是他想到做一个假的录取通知书来骗家人 可是大学都会有官网啊,小八找来同学小胖商量着做个假网站 就这样,名为南哈蒙理工的大学诞生了 小八父母以为这学校是著名学院哈蒙理工的分院 高兴地给了小八一张学费的支票 这一下暂时解决了眼前的问题,可是父母查校区位置的时候该怎么办呢? 小八又找来几个同学,在他们的帮助下,小八租到了一个废弃的精神病院 由于几个同学也没有被大学录取,所以大家就用了和小八一样的套路骗了家里 和小八在这里安顿了下来 一天小八的父亲打来电话,表示想见一下校长 这把小八吓坏了,这个假的大学哪会有校长 情急之下,小八找到同学胖子的叔叔 这个叔叔曾经做过老师,但是现在辞职了 做戏做全套,小八几个人还找来了群演 在大家的努力下,终于骗过了小八的家人 小八以为这一下不会再有人打扰他们了 但又一个离谱的事情发生了 由于当初他们做网站的时候设计的是自动录取功能 导致现在有无数没被录取的问题声都被他们录取了过来 而且总数百万的学费已经打到小八的账户上了 小八几人连自己都顾不过来 哪管得了这么多问题声 于是小八打算开个会,给大家说清楚情况 会议上有个同学一直积极地举着手 小八无奈就让他先发言 这个学生向在座所有人分享了他被无数学校拒绝 然后收到南哈蒙录取通知书的喜悦 这引起了小八和这里许多人的共鸣 因为他们都有着相似的经历 看到大家充满喜悦的眼神 小八不忍心打破他们美好的期望 最后把这个会议办成了开学派对 但是把大家接受到这里就要对大家的信任负责呀 于是小八去各个学校调研 想弄清楚到大学要教学生什么 但是到最后他都没搞清楚 于是小八回到南哈蒙 想着干脆问问学生们想学什么吧 说干就干 小八开始带领大家弄清各自的学习愿望 还配备了各种教学设备 学校开始有了自学的氛围 相对于其他学校的课板教育 这种自由学习的感觉 是学生们以前从未感受到的 小八以为一切终于可以往好的方向发展了 但是他没想到这里的动静 引起了被碰瓷的哈蒙大学的注意 他们的学生会主席找到小八 想要弄清情况 却被心虚的小八拒之门外 随后他们又发现 哈蒙有个新生是小八的高中同学 在主席等人的言行考打下 那个学生交代了他当初受托 做南哈蒙学校网站的事情 次日小八的学校来了许多家长 同时过来的还有哈蒙大学的校长 这个校长当众揭露了小八的骗局 南哈蒙的同学们也被他们的家长带走了 可是小八没有放弃 他找到当初的几个同学 和大家一起商量 利用法律对大学定义的宽泛性进行上诉 到法庭上 小八看到所有的学生都来了 感受到大家的支持 小八在法庭发表了对当下课版教学的痛斥 他激昂的演讲打动了陪审团 最终法院判定让小八的学校试运行一年 在场的所有南哈蒙的学生发起了欢呼 就这样南哈蒙又开始运行了 但是小八的路才刚刚开始 木卫说电影每天陪伴你 我是木卫 咱们下期再见